我所读到的周作人 真的都是通过他编的书 所以上回给我们留下一千古之谜 不能放他走 因为这个事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 我相信等我说明白之后 全体人民都会感兴趣 以今天中国人的品位来讲 是最感兴趣的 多八卦 是吗 鲁迅和周作人 我们都知道兄弟诗和 可是兄弟诗和 连他们本人的记载当中 他们自己都裁剪了 就留下一个空白 但是兄弟俩就闹掰了 只按老师据说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也解决不了 我只能解决他不是什么问题 我不能解决他是什么问题 那这是什么 说有意义说无难 这也算是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问题 是特别大话 当然也是个大事 这事情直接导致现代文学史的分野 一部分人跟着鲁迅走了 一部分人跟着周作人走 这到三十年以后就呈现出这事 咱先说说文道来自你这个知识结构里的 你怎么理解这件事 太不好讲了 因为我看到的材料就像志安老师所说的 包括他写的这篇 你这个人看到 这的确不是经济问题 是家事 家事是什么样的家事 能够闹到这个程度呢 那很多的猜测是我要的那个最大的八卦 就是是不是关于 宇太逊子 对 周作人的日本太太 我听到的那简直是荒唐的 没法说了 就淫会了 是吧 不是这个跟我讲 有当年他们的八卦说的是什么呢 说八墙角 都说是什么鲁迅 这有出处 他刚才洗澡 这有人写文章 说这个宇太逊子跟他说 说鲁迅来听窗 听房 就是在窗窗上听 但是他说呢 不可能 那个窗底种满了货 挺浪漫的 都讲不上去 有这么说的 但是呢 都是传闻 对 没有确凿 这关键就在这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真正的知情人是谁 我可以跟你说 都有谁 真正知情人 第一个当然肯定是鲁迅 本人 当然还有做人 这做人 那可能有于太信资 我只能说可能有他 这是这仨人 只有这仨人 然后呢 听说呢 这仨人本来就是他们仨 第二年 这个鲁迅 不是 鲁迅 他是这侍女 先说的来龙区办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鲁迅日记写着 说这个 从今开始 我自己做 自己在自己 自己房间吃饭 此可计 自居有 这 然后之后五天以后 这个事一共前后是五天 到底五天呢 这个周作人给他送了一封信 这东西还现在保存 这封信最有意思 是这封信保存 这封信谁保存呢 就加在鲁迅那本书里头了 以后呢 徐广平来整理这书找出来 他就把这封信发表在他的书里边 有一句话 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 兄弟俩分院了 先是 不是 我先跟你说 这太复杂 先说他们家是怎么住的 八道湾是个三进院 鲁迅呢 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鲁迅是住在中院 周作人 周建人都住在后院 以后鲁迅呢 就搬到前院 这跟没关系 这是因为鲁迅可能怕干扰吧 鲁迅曾经住的就是苦与斋 他住中院的时候就住在这西房 后来他搬到前院去了 那吃饭 他们家吃饭呢 是在后院 他们家有好几个食堂 餐厅的 其中主要可能是在后院 所以他这 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来 就跟当 就跟几天前鲁迅写那个 他到自己家 自己院吃饭 这俩事是一个事 但是鲁迅日记接着写的呢 说这个 他收到这个 这个信 他说 邀于问之 这不来 他找人去 叫周作人回答 周作人没来 没来呢 这个 这事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 鲁迅就搬走了 就这外边租了一个房子 就是砖塔胡同 北京砖塔胡同 那房子很破 那房子 我上学医的时候就在这胡同旁边里头 那那口腔科的 那时候还在 那时候这个 这个 院子还在 现在这房子拆了 重新修了 但是现在修的 那个格局还知道 很小的一个房子 所以鲁迅这个 这个 这个八大窝的房子是他卖了他们绍兴的祖产 买的这个房子 他就搬走了 搬走了到第二年 他突然回来 来取东西 然后周作人 箭就打 打呀 就打 动手啊 对动手 然后周作人跟这个 宇太信的箭他就打 然后 这就是鲁迅记载就是这个 他打 突出 欧打呀 那得是什么样的 对我就想这一年以后 你想这一年以后 见那了他 然后呢 就招来了 三个人来 打电话 叫了仨人来 北大有一个 徐祖正 嗯 还有一位姓张 嗯 这个还有一个 就是宇太的弟弟 哦 日本弟弟 仨人 所以徐张 还有这个 这个弟 这仨人 他鲁迅写说 说这个日记写说 这个宇太信子 诉他的罪状 凡是捏造不原处呢 这周作人与丁正 然后 但这三人就听见罪状了 对不对 对 可是鲁迅对没有写 他说我什么罪状 嗯 哎 真是 你就把这盒给我说说 没说呀 鲁迅没说 然后呢 你说说呀 你听我也没在场 在场 他也没在场 我没生那么早 我真的晚 你生也晚 没赶上 然后呢 这个谁呢 这个以后 许和尚 转述鲁迅的话 也没说这罪状 许广明 转述鲁迅的话 也没说这罪状 那这姓徐的 姓张的 这两位教授呢 跟这个 他们俩也没写过文章 宇泰重九 就是他弟弟 那个宇泰弟 也没也没说过 但是呢 这谁呢 这个 郁达富 写过一篇文章 他说 他没在 他没看 他说我听这个 这个张徐二位 说传过说呀 可能说鲁迅时 对于这个 宇泰信子 有不净之处 不净之处 但是人下边有一句话 他说我建的人里边 这仨人 鲁迅周祖人 宇泰信子 都是最好的人 他说鲁迅一生 最讨厌的 就是那证人君子 可我不能不说 他们仨都是真的 证人君子 这很千古之名 所以这事 就是我只能跟你说 这有所知 这不能 咱不能猜 但是呢 可以说这么一个事 你想要经济纠纷 而且经济纷不太合理 因为他把鲁迅 鲁迅走了 这经济 本来如果说是 是经济 说嫌鲁迅 或者是给钱少 或者花钱多 或者是鲁迅嫌他 花钱多 那你鲁迅走了 这鲁迅的钱 不是就没了吗 我听见那个传闻 那更八卦 那当然不能认为是真的 但是就是说 说鲁迅 为什么对以太信子 说所谓有所不敬呢 说在日本的时候 这个以太信子 那意思 先是鲁迅的 就是说跟这兄弟俩都好过 这个也是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就是说 咱们现在说 因为我是学科学出身 我必须得 就是说 你有一分正义 说一段话 现在就一分正义都没有 所以咱们就说不出一分话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恐怕以后都解不出来 解不出来 因为知情人都死了 知情人留下的东西 也都没有说过 什么东西 所以这只能是个谜 我也不相信会有新证据 有太可能 你只能说不是什么人 你比如说有一种说法 就是有人写鲁迅传 说这个 这天这有来个大夫 这大夫说 这个池上大夫来 池上莱甄 给谁看病呢 应该是给宇太信子看病 为什么 因为宇太信子呢 他晚年有疫病 刚才我这回上回说过 疫病 协议底里 协议底里说他肯定这时候犯了 所以呢 来看病呢 那他一定是他编了瞎话 周总人信 可是你要看这日记 看病这不是给宇太信子看病 他这看病前一天还来了 再往前一天来 是周健然有一小孩的病了 不是这事 所以这专家只看一天的日记 不行 你往前抖 没有 但是为什么这专家像狗仔队一样的研究这事呢 因为这是个空白啊 这是个 不应该 你这么应该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的狗仔队 都像各种这种文史领域的专家一样 那么认真 不太好了 就能解决 因为事实上你会发现 现在我们很多做文史的一些朋友 要研究过去这些事的时候 你又是巨细迷 要看各种材料 要对比 要推测 要推理 那那个功夫 如果我们狗仔队都有的话 没错 那就好了 狗仔队还是应该学习胡适嘛 你可以大胆假设 但你一定要小心 求到有一份证据 说一份话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刚才既然咱们谈到这兄弟俩当年在日本跟以太逊子怎么怎么着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你说了 这个我说了 但是呢 可以说说 这边指安先生也又要去日本了吗 你这个多次都去去日本 而且又是研究的 你觉得这兄弟俩他们眼中的日本是什么 因为我最近看杂志 我看到一句话 说是 你看鲁迅对日本 他初次去 他就形容 他很欣赏日本有一种叫做钢剑的清洁感 他就说 哪怕是那些今天看来制造污染的工厂 那里边的工人都围着白毛巾 是吧 那么一副精精神神的样子 就是他说这个东西 中国一辈子也不可能跟得上 那我觉得日本呢 就是鲁迅和周祖仁 他们我觉得当时的日本跟现在日本不太一样 因为周祖仁比方他最感兴趣的是 明治大政时代的日本 他去的时候也是明治的末明治时期 对 那您给我们描绘一下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时候日本当时很多人看特别像古代的中国 他们觉得走的今天就像走的唐朝 因为看那字这招牌什么都是 当时都有这种话 现在日本 中国没了唐朝 对他们觉得当时有这个发丝骨之忧情 对 你现在人不是 现在日本已经是西方化 很现代 现代化了 对 所以你现在再去找那周祖仁 眼里那日本 我觉得已经找不到 这很关键 我觉得那是一个 那个年代 我们有那么多留意的学生 你仔细看当年留意的学生 去过日本避难的人 他们对日本的那个印象 基本上是我常常用这个话来形容一下叫物把他乡 当做故乡 那么容易的就就就就被破坏掉或怎么样 反正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影响的 那其实鲁迅跟日本的感情也是很复杂 而且他们兄弟俩人我去了几趟 我就发现有一个地儿说话 有点小小子不敬的感觉 怎么回事呢 就他们在大量使用这日文汉字 就我教对这书所有这个 比如说这咖啡 日本人写王字边 写王字边的 这我原来原来一步别有人叫人给改了 可是你这错字 你看日本文化真是这么写 比如说著书 对 不说著作 说著书 比如说鲁迅最爱用的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他用好多这种日本词 听说连文学这词都是日本的 这是哲学文学都是 形象学的 但是而且还有一点 他们那种受日本的影响 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一个很荒谬的网上的传闻 那我觉得是很离谱的 因为那个是是是是 中间那个推推推论都很糟糕的 但讲到什么程度呢 讲到你们听过这个说 说鲁迅做过日本间谍 你听过这个想法吧 说跟那三丸照 对吧 当时这鲁迅生前 人家就说那三丸是间谍 可是那些丸照是日中友谊协会的副会长 对 所以咱们估计当时给他也经过经过鉴别 应该不至于吧 对不至于 你觉得这兄弟周家兄弟啊 他们在日本啊 他们带着这个老文化过来 他们在日本受到了什么冲击 或者说留意 这日本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第一 他们几分之干净 我觉得这跟他们两人的这个鲁迅自己是一个不修蝙蝠的人 这首先得强调 这是鲁迅是一个就是那种 利利拉拉 就是那种艺术家生理生活 这种人是很规规矩矩的生活 这他们有洁癖 有洁癖 但是鲁迅自己有一些方面 比如说书桌 书是很干净 比如说鲁迅给人寄书 都自己包得好好的 他在有 他只是对他自己的个人卫生这一块 稍微的 但是徐晓明说了 自从认识我以后 鲁迅这方面也赶了 洗脚了 也赶了 所以鲁迅什么东西 比方说什么叫好 比方说鲁迅看电影 他要做那最好的位置 打车去 那时候打车去 所以他们都是 比方说包括对待文字 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有一种东西 就是日本人是很认真的 很仔细 当然可能小气 但是他非常仔细 很认真 这个他们就跟他们精神是很起合的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那个年代 说到干净这点 游汤我跟梓安老师 我们也在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时候 他们那么容易觉得日本 就像过去的中国 其实直到今天也是 直到今天有时候你去日本 你会觉得他们真有很多东西是留下来 而那些在我们的历史上是传说 很多人去了一些古都 比如说像奈良 京都 金泽 你会觉得 这就像大概过去唐朝 就这个样子 但其实我一直强调一点 是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日本 起码在过去三百年的历史里面 日本都一直比中国干净 这是很明显的 这是没得说 没得说了 你别说我们就 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讲 我们拿外人的记录比较 那是最客观 当年同样的来自欧美的传教士 外交官去日本 去中国 每个人几乎每个人都说中国脏得一塌糊涂 那个年代的北京 青少北京 你就觉得满街大粪 有那汉学家来北京啊 一看这北京这么脏 要个跑虎自杀 对啊 对啊 曾经介绍 那个戒神龙智界写的中美 中美游记也写过啊 说这个采访巡卫 采访巡卫生啊 说那转头 帮地上啪吐一口痰 他说这吃一镜这么大大事 怎么这么干 对啊 他说日本人不可想象 然后反过来呢 去了日本呢 日本是满街是窗民几净 就日本那种干净 你记不记得前几年 我们很火那个电视 走向共和 对 不是说什么 他们连炮间那个炮 哎呀都抹得干干净净净 但这个不是表示他们注意军舰 是日本人就这样 就这样 他就是干净 那这一点呢 其实呢 可以保证日本绝对不是过去的中国那个样 过去中国应该想必也是很脏的 但是呢 咱们长朝什么样不知道 那个就不知道了 咱们说没写没写 但是呢 可以肯定一点是什么 正好是周氏兄弟那个年代 是中国开始出现一大批 他们这种知识分子 要现代化 要西化 那个现代化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所谓的卫生 那是那个年代的 整个国民性改造的很核心的一部分 就大家生活要变得更卫生 公共清洁 那个时候 他们那么崇尚卫生干净 看到了那么干净的日本 于是你就很容易投射 就认为过去中国如果很好的话 那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它既有古风 同时还干净 我们是堕落了 周杰人写过一条文章 他写的香山鼠 满吹三步 这都是人拉的尸 他说中国有多奇怪民族 解决不了怎么吃饭 也不知道自己的排泄物 这个倒要我想起 那个谁 奈保尔 是奈保尔写的印度 在写印度 他写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当年圣雄甘地 甘地时候 就相当于开咱们的两会 甘地都没办法 都要跟他们讲话 说你们不要看着这个人民大会堂服务员不在 你们就随地大变 就是说 就是实际上 他当时就这么一个 这两大 就古老文明 都都是 就像孙中山咱们说爱国者吧 他也说中国两人最大毛病 随处方辟到处吐炭 这个历史任务到现在也没完成 恰恰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卫生部长在两会表态 一改难题再成焦点 医药分开 管办分开 都喊 基本上没懂 原来的民扣 比他们的民扣 比暗扣 如果梳理出一个改革的一个路径来 大国一改作者朱又蒂 阳光保险明人面对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传厂千年念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狼 我一直在期待 像个小孩 重回天生的自在 我的过渡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青水湾 海景公寓 独栋 全球发售 所以你看历史实际是当时是很复杂的 你比如说我最近看国大地理频道一个纪录片 就讲 日本 把英国军队 当年占领新加坡 打得势如破竹 把英国赶出亚洲 那也是个奇迹 那是个奇迹 就说其实在当时呢 日本人打出来的旗号 理由 就是所谓大东亚 大东亚 说他们看不惯西方的这个英国人呢 在亚洲 耀武扬威 所以呢 就 同仇敌开 要打你 问题在于呢 当时的 在南洋的这个马来人 他们认为是这样的 他们甚至还拥护日本 对 这比较麻烦 比较菲律宾 比如说 包括印度的这个 有一个赖斯是吧 对对对 对吧 印度还有 还有这个泰国 缅甸 缅甸 缅甸现在这个昂山 还有这个 这个阿基诺 马克思 他们的上一辈都是 还有印尼的苏哈 苏加诺 对 这不全都 所以 所以这事比较麻烦 而且呢 这事啊 就直接关联到今天的 到今天的国家独立了 独立是这个源头 从哪来啊 其实这很有意思 就当时丘吉尔看 打不过了 打不过的时候 说英国人上轮团 那个时候 英国的那些二等公民 这本地人就看出来了 说你们是我们的保护国 现在看出来 说走就走 你们不管我们的 对吧 那个时候啊 就是说迎来日本人 但是问题在于呢 迎来日本人呢 也有时候发现 刚出了虎穴又进 狼窝 日本人也很狠 到最后啊 他们说在赶走了 日本人之后 英国人不又回来了吗 回来了 民心也没有 就开始闹独立了 但那个时代 其实很复杂 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 首先都是被殖民过的 那在抗日的时候啊 就二战的时候 他们不叫抗日啊 二战的时候呢 日本那个大东洋 共同圈那个讲法 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而且他们是真的 就算日本人来 你说在新加坡很糟 你要注意一点啊 日本人是凡是到华人地区 他就糟 哦 你新加坡华人多 他就很糟 他们刚讲日本人爱干净 你看张爱玲写这个小说 在这个英文小说里边 中文写日本人占了香港之后 到银行一看 满地都是日文兵拉的大便 中文被支援给你 银行里头 故意的 他跑中国人的地方 对对 他故意的 那张爱玲是满地一块 满地一头一头大便 故意的 他对中国人特别坏 谢谢 他对中国人特别坏 为什么呢 有个很重要的理由 当时在东南亚这些地方 唯一真的要抵抗日本的 其实主要是中国人 当时两股势力 华人跟左翼 共产党 你别说东南亚那些国家 凡是搞游击队 跟日本鬼子打的 就是中国人 就是当地华人 还有左派 那时候跟英军一块作战的 就有华人义勇军 对 没错 是这些人 然后那些马来人 菲律宾人 印尼人 他们觉得很好的 为什么呢 没错 你日本来了 后来也掠夺他们资源怎么样 但比荷兰好 对 荷兰人多糟啊 就那几个殖民帝国里面 英国算不错 荷兰很糟糕 法国很糟糕 所以呢 相比之下 日本的殖民 比日本殖民 他们真的还对他们 还真的比老外对他们要好点 所以这事是一个历史上 特别复杂的一个现象 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 东南亚这场战争 就是这个所谓的太平洋战争 对 那有可能这些国家 这独立法好就没了 对 可是呢 可是你又不能和日本帮他独立 这还不能这么说 日本右派今天就喜欢这么讲 所以你还不能说 所以这事就是说 我们借助外力 对 我们独立 这是看了一圈 靠哪个老大都不靠婆 都不靠婆 但是我觉得是 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